大家好,我是轰平的妈妈 上次听小伙伴说 揉面揉了几个小时 还是揉不出膜而来 还说用手揉出手套膜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只要学对了方法 你也可以轻松快速的揉出手套膜 没有厨师机也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面包 把所有材料除酵母盐和黄油混合均匀 揉成团 盖上保鲜膜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至少30分钟以上 不超过12小时 最后叫做水合法 让面团降低温度快速出膜 揉面之前先把酵母 用大约偶克的水化开 然后把面团从冰箱取出 那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先用洗衣服的方式 把面团戳出去收回来 然后把酵母放在面团上 再继续揉 再继续揉 揉个大概五分钟 当面团可以拉出这样的厚抹 就可以把盐和黄油揉进面团里了 就像这条条路面团里面团里面团里面团没成熟 看一下 油到黃油被完全吸收 10分鐘後我們檢測一下麵團 現在麵團已經可以拉出薄膜了 最後就是摔麵團的步驟了 把麵團摔在桌上然後摺疊 這樣可以讓麵筋強化不會一棚就破 12分鐘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麵團 現在的膜已經很薄了 為了讓它更有彈性我們再融多幾分鐘 我們在一起去看 然後再融多幾分鐘 再融多幾分鐘 再融多幾分鐘 15分钟后,你会发现面团非常光滑 拉出的薄膜也非常有弹性,能清楚的看到指纹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手套膜 不需要厨师筋,也不需要面包筋 现在你也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面包了